五名億萬富豪潛艇探險失蹤 美加展開搜救 南美樓維權 浙江居民圍堵市委書記 警察跪求不要鬧了 布林肯剛剛訪中緩和關係 拜登稱習近平是獨裁者 李強訪得踢到鐵板 德國發報告指中共間諜是最大威脅 中共政治局會議內容恐不宜對外公開 引發各種猜測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6月22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今天是端午節 祝大家端午節快樂 我們現在來看新聞 五名探索鐵達尼號殘骸的富豪 他們所乘搭的海底潛艇 6月20日 藉照新聞發稿時仍未沉獲 目前首個行動仍然在進行 搭載鐵達尼號潛艇的船隻 準備潛入海底大約12,500英尺處 探索鐵達尼號殘骸 不幸的是下潛一小時45分鐘後失聯 潛艇裏有英國英萬富豪哈丁 巴基斯坦富豪達烏德父子 和法國探險家納爾熱奧萊特 美國海洋支門探險公司策劃 公司創辦人兼CEO拉10 亦在失蹤的潛艇裏 19日 加拿大派出一架P8潛艇搜索機 投助升纳浮標參與搜救 希望確定潛艇位置 同時美國加拿大海岸警衛隊 亦向周圍雙船求助 據了解潛艇攜帶的氧氣 最長可以維持96小時 到19日下午已經用了三分之一左右 專家表示潛艇有七種辦法 可以浮出水面 依然有希望 英國富豪哈丁出發前 曾經在社交平台Instagram發帖說 這次可能是2023年第一次 夜唯一一次載人潛艇 潛往T達尼號的任務 民眾表示 但願每一語乘沉 據Twitter帳號 李老師不是李老師發布的消息 6月20日 浙江省東陽市摩爾城的居民 因為聽聞當日 市委書記要來周邊視察 於是南美樓居民一大組 聚集在周圍拉起我們要入住的橫額 圍堵當地市委書記 要求解決南美樓問題 我們要留住 我們要留住 他居民 歪 stunt 為民眾主 我們要派ні 華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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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投稿人稱 這些居民已經繳納了十幾年貸款 但層樓爛尾始終沒有法治入住 也一直沒有人問津 很快江北派出所的一隊警察 趕到現場和居民進行對話 試圖勸離居民 但居民不賣帳 雙方堅持之際 突然間一名警察下跪 求大家不要罵了 有民眾留言表示 警察下跪是因為示威書記要離 不能夠太難看 換了平日早就拉起遮醜報維穩了 還要抓幾個殺機警候 也有民眾表示 這名警察應該是共產黨中的異類 算是還有人性 不像土匪那樣大打出手 有共產黨在 體制內的人也沒有法治生活下去 布林肯訪中和習近平會面 接通了緩和美中對話的平台 美國總統拜登即稱呼習近平是獨裁者 並直言今年較早的時候 中共間諜氣球被美軍擊落的時候 習近平很生氣 路透社報道 拜登6月20日在加尼福尼亞州的一場籌款活動裡 發表了上述講話 拜登還說 間諜氣球被擊落的事 對很多獨裁者來說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 當他們還未掌握實際情況的時候 那個氣球本來不應該出現在那個地方 它是被催離航線 今年2月中共間諜氣球飛越美國領空之後 被美國空軍戰機擊落 導致美中關係還在一步崩緊 原定2月訪華的布林肯 也隨即取消了訪問行程 直到今月18日 布林肯才飛抵北京 修復了美中激烈對抗中 防止引發衝突的對話渠道 不過這次訪問並沒有取得任何重大突破 近年中國經濟持續衰退 帶來激烈競爭 最終損害了大多數人的權益 中國社會將這種現象稱為內卷 在這個背景下 中國各地政府為了創造稅收 將內卷發揮到極致 演變為罰款 繼地攤經濟後 各地出現罰款經濟 各地民眾或店家 女因為小事被重罰成為常態 美國之音報道 上海近來多間餐廳 因為在涼皮等熟食上 放了冷食黃瓜絲而被罰款 其中有一間叫米飯餐廳的業者 因此被重罰五千元人民幣 並沒收違法所得的一百一十九元 理由是未取得冷食類食品 制受許可 消息一出 在微博都亂了 有民眾寫著 如果他們想罰你 加醋都是錯的 亦有民眾嘲諷說 涼皮和黃瓜絲已經吃了半輩 這種組合竟然被罰 原因就是沒有領證 非法同居 但荒誕的罰款不只發生在上海 其他地方的罰款更是考納明目 花招百出 其中究竟以電動單車不符合新國標 或無牌無證對車主罰款 抹收單車的事件 每天都在中國各地大量上演 此外 貨車司機 亦是罰款經濟的主要受害人群 今年五月 河南省的大貨車司機 就是因為貨車超重被罰多次 有人在過去兩年 就收到高達27.5萬人民幣的罰單 他們的貨車明明在出發前都沒有超重 大半路被攔下來檢驗的時候 都變成過榜超重而收貨單 2021年五月 河北省也一名卡車司機 因為北斗定位系統調線 在唐山市被罰款2000元 並扣車而自殺身亡 不到一個月 又有另一名來自山東省的卡車司機 因為受不起5000元重罰的刺激 而當場服約自殺 所幸及時獲救 在武漢從事傳媒行業的國場 對美國之音說 對於政府的荒貌罰款感到很反感 因為政府財政困難 是政府低效和浪費所造成 政府需要做的是削減財政開支 而不是在普通民眾身上 繼續加大壓榨力度 彭博報導 中國債台高速的地方 政府考納名目 對居民大開各種奇怪的罰單 以增加收入 根據中國財經雜誌 產業研究中心的數據 但在廣西 在2022年 就收取了130億元的罰款 相當一年稅金收入的14%左右 高於2021年的9% 地方政府想要利用收費的方式 或罰款的方式 來解決財政問題 一來 還不及其 而且基數太大 根本是沒辦法彌補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還因為這樣的作為 而擾民 異議人士林生亮 日前對大紀元揭露 地方政府的財政困境 他說 體制內的內卷更加慘烈 機構改革 精兵簡淨 這樣的運動即將推出 據他所知 很多公安人員未到年齡 就被迫退休 等他們提前退休 意味著能夠減輕 中共財政支付的費用 將他們推給社保 林生亮認為 百姓之間的內卷是一種內耗 而共產黨體制內的內卷 真是血淋淋的 是一種見不到的戰爭 都是以潛規則的形式 在內部展開 也不允許對外公開 分析人士指出 中國地方政府現在的做法是 借新債還舊債 但由於現在借貸的違約風險比較高 貸款的利息也較高 也就是說 在地方政府經濟越困難的時候 借新債所付出的利息反而更高 因此罰款經濟的亂象 即更突顯地方政府想還舊債務危機 已經窮途沒路 中國經濟形勢嚴峻 中共新任總理李強 首次出訪選擇德國找突破口 德國一樣在經濟上對北京友好 但自日本廣島G7峰會 歐美國家達成對中去風險共識之後 李強剛到德國就踢到鐵板 6月20日就在李強和德國總理索爾遲商談合作的時候 德國情報機構發布報告指出 中共的經濟和科學間諜是德國的最大威脅 令正在訪問的李強尷尬 20日李強和索爾遲會談之後舉行新聞發布會 雙方都強調中德兩國開展合作和對話的重要性 索爾遲表示 德國並不追求和中國的經濟脫勾 但雙方經濟關係仍面臨一系列挑戰 一些問題極待得到改善和解決 索爾遲總理呼籲北京發揮對俄羅斯的影響力 進發結束俄烏戰爭 與索爾遲相比 李強的發言非常簡短 他表示 中國注重發展中德關係以及中歐關係 亦願意將德中關係提升到新的高度 外界注意到 在中德共同新聞發布會上沒有安排記者提問環節 據了解是應中方要求做出的安排 此外 就在李強和索爾遲會談當日 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國內情報機構發布調查報告指出 網上攻擊和散布虛假資訊等間諜活動正在瞄準德國 雖然報告提到了俄羅斯帶來的安全挑戰 大該報告最強烈的警告是針對中共 這份情報報告說 中共是德國在經濟間諜和科學間諜活動 以及外國直接投資方面的最大威脅 報告警告這些破壞性活動 最終可能導致德國喪失繁榮 並且因此危及民主、社會凝聚力和德國的獨立性 雖然德國每年都會發布這類評估報告 但今年的報告在事件強度等方面措持更加強烈 這份報告在中德高層會談當日發表 對正在試圖說服德國政府加大中德合作的李強來說 是一個尷尬時刻 與此同時 歐盟也在同一天提出了經濟安全計劃 該計劃指著說服歐盟27個成員國同意 對那些可能被中共等對手用於軍事方面的出口和技術外流 進行更加有力的控制 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 在某些領域包括貿易和投資 對我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構成風險 特別在中共明確將軍事和民間商業部門融合背景下 這就是為何我們制定的未來中國戰略核心目標 必須經濟去風險化 德國之聲報導 中國仍是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2022年兩國貿易總額達到近3,000億歐元 其中德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超過800億歐元 不過現在雙方卻從合作逐漸演變成競爭 戰略對手的關係 有政界人士直接對中德政府初傷這個機制提出質疑 聯邦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諾特指出 和北京進行定期政府初傷這個機制是否有未來 值得我們進行審核 因為政府初傷這個機制 原本只是限於關係密切的價值觀夥伴 中共高層去年二十大換屆以來 外界推測中共政治局刊見到至少三次沒有舉行每月的例會 不過近期有分析指出 會議是舉行了 但極有可能是會議內容不如向外公布 這個異常現象引發各種猜測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是中共最高決策層重要會議 按照規定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召集 會議通常在每個月的月底召開 不過外界注意到自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之後 中共政治局會議分別在去年十一月 今年一月和五月未見對外公開 官方有沒有報導曾經召開會議 引發外界猜測 明報6月21日的文章分析說 這種猜測見基於中共官媒對政治局會議的報導 實際上不排除政治局開會但未作公開報導 文章認為未報導開會的原因 很可能是會議的主題不如對外公開 會議討論的敏感議題可以用其他事項含運帶過 沒有必要秘而不孫 但事實上對外公開的會議議題 通常都是為政策宣導或傳遞高層聲音 有時會議議題往往只有其他事項 另有香港傳媒分析 政治局會議一般定期召開 如果總書記認為今個月沒有什麼重大事項要議 也可以不召開 尤其經過十年執政 習近平在中共黨內地位定於一尊 一錘定音 集體決策客觀上是弱化了 言外之意 隨著習近平權力達到頂峰 中共政治局的地位已經被逐漸淡化 其中一月底和五月底 中共官媒新華社 即是報導了政治局委員在中南海參加的兩場集體學習 但沒有報導相關的政治局會議 時政評論員中原在大紀元 已提為中共政治局會議有什麼事不敢公開 讚民表示 5月29日 新華社只報導了中共政治局下午的集體學習 卻迴避了上午的政治局會議 到底有什麼事不敢公開 從5月30日 習近平主持的新一屆國安委會議裡 多少透露了一些端倪 當日習近平稱 當前我們所面臨的國家安全問題的複雜程度 的一種判斷 G7峰會之後 中共面臨了一部被封倒的局面 外部壓力明顯變得更加大 中原表示 內外形勢頗為嚴峻 中共高層束手無策 黨媒實在難以宣傳 中原表示 中共高層對外部安全問題沒有破解之道 對內部安全問題也提心吊膽 中共高層大搞習思想學習、政治教育 不斷扶植親信 以及實施更嚴酷的政治高壓 但這些保黨之法 都與世界潮流和歷史大勢完全背道而馳 只能令中共誇得更快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頻道 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明天見